美索布达米亚是指河流之间或肥沃的土地 美索布达米亚是底格里斯河和右发拉底河之间的近东地区的名称 并延伸包括两河沿岸的肥、沃地区 从而延伸到现代伊拉克的飞沙漠地区和叙利亚东北部的接壤地区 通常在北部或上美索布达米亚和南部或下美索布达米亚之间做进一步的区分 上美索布达米亚又称贾兹拉是右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从源头到巴格达的地区 而下美索布达米亚是指从巴格达到波斯湾的地区 包括科威特和伊朗西部的一部分 美索布达米亚这个词在古代主要是指着整个地区 当时它被分为亚述、北部和巴比伦、南部 巴比伦又称迦勒底又被分为阿卡迪亚上部和迦勒底下部 像乌尔或尼普尔这样的城市名称 像吉尔加梅斯这样的传奇英雄 和摩拉比法典和被称为吉格尔的非凡建筑的名称 都来自古代美索布达米亚 而圣经或托拉中提到的情节 如世界性的洪水或巴别塔的传说 都是发生在这个地区的事件的证据 美索布达米亚的前哲学思想是多神论的 这意味着他们相信许多神 地球是一个巨大的岛屿 它被分为四个部门 他们在一个地区崇拜几个神 但作为一个整体 他们崇拜所有的神定 向他们进贡 在该地区繁荣的众多文明影响了亚伯拉罕宗教 亚伯拉罕宗教是一神论信仰 即相信一个上帝 并承认与亚伯拉罕相联系的精神传统 这个词主要是指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统称 有时也包括其他宗教 如巴哈教 撒玛 利亚教 曼达伊教和德鲁兹教 在公元前三千年 燕与集可以被视为有用的生活句子 和一种思想形式 在宫廷文人圈子里开 使流行 由于他们的存在 我们知道 起初皇室关注的 是对其军事胜利的赞美和传播 在这个意义上 应该指出 国家或公共部门 是由那些拥有神庙和宫殿财产的人组成的 因为 他们是神在地上的代表 他们的主要目的 虽然一开始是为了获得剩余的生产 以支持神庙和工作人员 文士 祭司和行政人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 土地由受身体意识形 太凝聚力影响的农民耕作 他们得到权利的报酬是大麦 羊毛和用于照明和卫生的油 并根 据年龄和性别在数量上有所不同 靠近皇宫的是 所谓的人 他们是有可能获得土地的公民 并与皇宫活动有关 文士或官员也是如此 他们设法积累了开发土地的资本 另一个社会阶层是由所谓的Mespinos组成的 由只能靠自己的体力劳动和耕种土地为生的阶层组成 这些人属于最弱的社会群体 因为他们在社会上得不到保护 是国王的臣民 如 上所述 国王负责神庙 最后是奴隶或仆人 由那些对皇宫有债务的人组成 他们是自愿工作以偿还债务的仆人 或 在被俘虏的敌人身边充当战士 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都接受了拥有名字的身份 对他们来说 拥有名字就是存在的同一词 对神明的了解产生了巨大的共鸣 在这方面 有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文件 如 主人和仆人的对话或受苦的艺人的读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小阿维斯塔 Corda Avesta 他比以前的书要新的多 其内容包 扩兑各种次要神灵 Yositas的赞美诗 晚期马兹德教 已将其纳入索罗亚斯德的一神教 这 些赞美诗用于私人奉献 普通人和牧师都可以诵读 在波斯时期 阿维斯塔中最古老的书籍 包含了真正的抽象哲学概念 有人类对自己行为 的责任或善恶之间的自由选择 阿维斯塔是马兹德教的圣典 构成了索罗亚斯德教的圣书和祭司法典 在目前的形式下 它有两个主要部分组成 一方面 我们发现礼仪文本 包括祭祀的赞美诗 关于生活中所有情况的规则 从邪恶中敬 画的仪式和规则 还有各种宇宙论和神话叙事 以及祈祷和祈愿文集 在公元前四世纪 沙普尔二世统治时期 在朱德一 沙普尔建立了一所学院 其中包括案 照盖伦哲学发展起来的医学系 位于现代土耳其的佩加蒙的盖伦 生活在公元前129年 至公元前216年 是一位希腊医生何哲 学家 盖伦的思想 对拜占庭帝国的医学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传播到中东 最后到达中世 记得欧洲 在那里一直延续到17世纪 乔治·布凯拉蒂 他在阿卡德语语言学 语言学和文学 些行文字图形学 美索布达米亚政治机构和宗教史等 领域发表了大量作品 他认为 哲学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早期美索布达米亚的智慧 他以辩证法 对话 史诗 民间传说 赞美诗 歌词 散文作品和谚语等形式 体现了某些生活哲学 特别是伦理学 巴比伦的理智和理性的发展 超越了经验性的观察 这意味着对抽象性的形式 抽象是一种心理操作 旨在从概念上分离出一个物体的特定属性或功能 并思考它是什么 而忽略了有关物体的其他属性 巴比伦的思想是不言而喻的 公理的概念被广泛用于指一切不言而喻和真实的东西 也就是说它被证明是如此 因为它被提出和显示 然后它在面对可能出现的质疑 以及可能想要显示它是可疑的或提出对它的 但优时是不可质疑和不可辩驳的 巴比伦的思想也是基于开放系统的本体论 本体论意味着对存在的研究 它研究一般的存在极其属性 并分析形成和构成宇宙的不同 基本实体 巴比伦思想对古希腊和希腊主义哲学的原则 有相当大的影响 特别是巴比伦文本《悲观主》 异对话包含了与诡辩家的激动主义思想 辩证法和柏拉图对话的相似之处 同时也是苏格拉底方法的先驱 爱奥尼亚哲学家泰勒斯 受到了巴比伦宇宙论思想的影响 哲学起源于经验领域 遗憾的是没有波爱修斯那些风格的论文流传下来 但构成坚实思考的诗歌 对话和谚语是众所周知的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如何演变 他们如何生活 苏美尔人 阿卡德人 巴比 轮人或亚述人的社会 政治或经济结构是什么样的 以及关于波斯人的入侵 请访问本频道的历史视频 如果你想了解他们的宗教 也可以访问本频道的宗教历史或神话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